哈喽 喝点询料 7月1号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看到亲戚和朋友都会说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没错 那过了新年 为什么我们还要庆祝农历新年 为什么我们要庆祝两个新年 为什么 全世界各族人民都会在杨历的1月1日庆祝新年 而农历新年是我们华人特勇的节庆 叫做春节 为什么我们要分杨历和农历 你这个问题很重要 但是姐姐冰雪聪明还是可以回答你 从古至今在世界各地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朝代跟不同的用途 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日历 这些日历的计算方式也都不一样 华人使用的农历只是其中一种 那我们知道全世界通用的是公历或者是阳历 这是来调整地球公转周期 还有人为历法的时差 那姐姐刚刚跟你说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民族 都有不同的历法来配合不同的用途 这根据夏令呢 有个节气叫做历春 那历春到的时候就要吃春饼 这是新加坡版的宝饼 春饼是中国北方人在历春必吃的一道小吃 在新加坡 华人会吃春卷或宝饼来取代春饼 虽然吃的不同 但是寓意相似 在历春吃春饼 有咬春的意思 就是在春天来历之际 把蔬菜的营养都摄取了 身体自然就会更健康 二十四节期 历春都不是假期 所以没有人要庆祝的 你们这些小朋友只顾着吃 谁说没有人要庆祝的 在新加坡呢 就有个特有的文化 把春天播种变成春天存景 凯文 那你过年的时候都在做什么 我会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 我也会拿很多红包 我拿了红包我会有很多钱 那我问你 团圆饭有什么意义 大家都一起吃饭 大人煮什么我就吃什么 那我问你 那红包呢 你拿红包分红包什么意义呢 还有 为什么红包是红色的 拿了红包我会有很多钱 红色是 因为华人都喜欢红色 很红包 这样就也没有错 红色呢 确实在华人眼中是很吉祥的颜色 他跟你说 传说中有个年少的知人 但是他最怕红色 所以呢 这个红色呢 曲斜臂模的意思 你看你们这些小朋友 对这些习俗背后的意义 都一知半解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这样 那该怎么办 没关系 姐姐我呢 交友广阔 等一下我就带你到处去拜年 领红包 然后就可以多了解一些 你不知道的习思 OK OK 过农历新年时 处处张灯接彩 一片喜气洋洋 大家见面 互相祝福 说吉祥话 家里也会准备各式各样 予有好兆头的应接食品 比如年糕 姐姐问你哦 你知道捞鱼生是哪一天要捞的吗 有规定哪一天要捞的吗 当然我跟你说 现在的人都喜欢组统捞鱼生 捞个风生水起 但是其实呢 捞鱼生是人日这一天特有的活动 哦 人日 我听过 人日就是大家的 你知道你是什么籍罐的人吗 我知道 我是广东人 Candani 那我也知道你们广东人呢 在过年的时候会是那个 好事八财 红财旧手 还有其他大厦 对不对 对 那我跟你说 不同籍罐 小周人呢 有一道很特别的料理 只有在大年初期的时候才可以吃到 很特别的 我要我要 你要知道吗 那我们赶快去找一个 潮州阿嬷拜你好不好 好 Let's go 潮州人的大年初期特别讲究 老一辈的潮州人 依然保持着这个传统 也就是在这一天 捧出一道名为七样菜的传统佳肴 究竟今何凯文 将到一位潮州奶奶的家作客 对 幸运快乐 恭喜 大家很快乐 幸运快乐奶奶 你好 祝你快高长大 我们可进步 你也步步高生 谢谢 谢谢 你们再帮你 好 就来阿姨 我听说 潮州人初期要吃七样菜的 就是这七样菜 这是七样菜 看起来像一样 这个是叫做厚核 厚核 潮州话叫白鹤 然后有这个蒜 蒜 这个是春菜 这三样是比较主要的 其他你可以自己 想吃什么你可以加什么 那其他还什么 这个是韭菜 这个是葱 这个是芹菜 这个是大菜 我们来靠靠小朋友 好 过年不能直接吃好不好 你要长一些智慧 那你来猜看一看 这个厚核是可以象征什么 什么 嗯 和和气气 哦 和和气气 心灵气 再来这个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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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很勤劳 韭菜 有道理 还有这个 大菜 大大肥肥 大菜 吃肉 大菜 就是这样的意思 吃大菜 吃大菜 吃了你就会大菜 太棒了 我现在知道这些意思 我更想要吃这些菜 阿姨 赶快来吃这些菜 我们笑一下 来煮 对 八道菜 八道菜 秋兰阿姨手艺精湛 还得过烹饪比赛的冠军 据她说 七样菜最主要的是调味 潮州人会在炒菜时加入黑糖 增添风味 七样菜吃起来有点甜甜咸咸的 除了七样菜的好兆头之外 甜味也就寓意甜甜蜜蜜 八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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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潮州人的叫做 七样菜 七样菜的意思 好香喔 七样菜的意思 阿姨 我听说这个七样菜 除了吃之后它还有歌 对了 我唱给你们听 好啊好啊 这个我拿你专心唱 七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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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什么老人吃了会怎样 就是女人吃了变年轻 老人吃了结果 tell us 看见 Mitchell 哦,所以大家都可以吃吃了 就更健康更漂亮 那一定要趕快來吃一下 所以菜今天一定要吃完菜 我們可以留到明天的 是潮州人的傳統 就是菜一定要把它吃完是不是 那跟我們很不一樣 我們台灣人是每樣菜都要剩一點 要五春,剩著明年才有錢啊 我們今天吃這個七樣菜 是因為除夕 新年期間是吃肉 所以今天吃菜清腸 菜代表菜所以把它吃完 哦,那要全部吃光光啊 對,吃 所以你的肚子就變成財妾 天福公,做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拜拜啊 我跟你說每年呢,年初八晚上的時候 這個天福公就會舉起很大的盛會 讓四面八方的信徒可以來這邊拜拜 祈求平安 那很多人不是信徒呢 也會來這邊看看 你看,我跟你說這邊的巢面真的是太為觀止了 真的嗎 當然 馬上去看看 走 天公蛋的慶祝活動 在本地去求合家平安 小朋友 天公蛋的慶祝活動都在深夜舉行 你會不會因而錯過了呢 大家為什麼在晚上拜拜的呢 我以為白天比較亮 比較清楚 我跟你說這是有原因的 相傳呢,在這個明末清初的時候 這個福建人呢被強盜追殺 他們就連夜逃逃逃逃逃逃到了甘蔗林 然後呢,他們就開始吃虧也奇怪 他們真的就渡過了難關 所以呢,從那一天起呢 他們年初九的時候呢,就用甘蔗來拜天公 祈求他們一年平平安安 哦,原來是這樣子的 天公蛋的故事眾說紛紜 但是,因為天公乃玉皇大帝 是天庭最尊貴最有權威的人物 而相傳,天公的生日就在大年初九 因此,大家為了給他祝壽 都趕在初八晚上午夜 也就是初九的凌晨時分祭拜 看了本地兩個籍貫如何慶祝農曆新年之後 下來就來看看本地新移民 如何在新加坡慶祝春節 這個華人的盛大節日 有些人呢? 這個太小了 這 來了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謝謝新年快樂 是包水餃 有共同一家包水餃嗎? 是的,是的 一定要吃水餃 半夜 三十個半夜 就開始了 就凌晨十二點 我們是吃湯圓 他們吃餃子 吃餃子 我看到這裡有一顆不一樣的東西 這是要等下包到水餃裡對不對 對 以前呢 就是過年的時候包水餃都會放一個硬幣在裡面 那如果誰吃到那個有包硬幣的水餃 整年好運 才運滾滾 其實因為現在硬幣有人嫌不乾淨嗎? 細菌什麼的 所以你們是放了什麼會員人 因為會員這個 而且金色的 就像黃金 哦 而且又是好吃的東西 健康的東西 好吃 又甜甜的 等一下我們就做個計 好了 所以運氣也還 先把那個餡 來放一點餡 剛開始的話 就包少一點餡 不然餡會出來的 嗯 這一頭跟這一頭 兩頭 先捏一下 這樣 完了我們就先這邊遮 遮一下 遮兩下 遮三下 這個遮幾下都是沒有關係的 餃子的餃 與膠的諧音 而子代表了子食 過年時 北方人講究 守歲時包餃子 慈歲時吃餃子 也就是在除夕夜 圍著桌子 一起擀麵團 包肉餡 然後到了午夜十二點的時候 再把餃子煮來吃 寓意兩年之間的交接 並將在新的一年裡交上好運 一個個小巧玲珑的餃子 除了包含了對新年的願景 還有大家難得喜慶團圓的意思 凱文怎麼樣 包餃子好不好玩 好玩 你喜歡嗎 嗯 很喜歡 你知道還有包餃子 一個很大的好處是嗎 怎麼說 我們每個人的手都在忙 沒有空手去玩手機了 是不是 真的很重要 科技的發達 我發覺每個人 一般是家裡人吃飯的時候 每個人都看著手機 對 把近距離的人拉遠 把遠近的人拉近 但是包餃子有這個 來吧 重點是開心嘛 大家聚在一起包水餃 邊聊天邊包 對啊 餃子形如元寶 大家在春節吃餃子 還有招財進寶的意思 耶 包完了 大功告成 現在現在來煮一下 我這是紀元包 等一下 你看在北方華頭 我們是包餃子 是 但是其實在上海 我們年夜菜 年夜飯有一道必吃的菜 就是蛋餃 蛋餃 對 自己做蛋餃 對 怎麼做 做蛋餃 做蛋餃 你看我用一片豬油 把這個勺子潤滑一下 這樣的話才不會黏 是 可是勺子看起來很有歷史 是 這把勺子是我的奶奶 留給我的爸爸 讓我爸爸給我的 你把這個傳家寶 填上海帶 是 因為每年是一個很傳統的做法 就是在大年夜 我會幫我的媽媽 就家裡孩子 就會幫媽媽 在爐灶前 去做這樣一個蛋餃 但 今天來和親友團圓聚會 聯絡感情呢 要不是因為農曆新年 我們又怎能通過那些 一代傳一代的傳統習俗 來追溯自己的文化根源呢 這真的太搶手了 我都吃完了 吃完了 好搶手 是不是我們餃子很好吃 你們還有空間吃湯圓 那我們來搶一下 湯圓 正月十五元宵節吃湯圓 是農曆新年的傳統習俗之一 也有湯圓也叫元宵之說 新年吃元宵有些特別的意義 對那個十五 正月十五我們是元宵節 通常呢家家戶戶在寧波 我們上海那一代 江州那一代 我們都會吃湯圓 所以那湯圓也叫做元宵 那個湯圓呢 是那個最早的時候 宵草的時候 寧波人發明的 凱文你知道那個湯圓裡面 是什麼東西嗎 什麼意思 啊對了 芝麻 那裡面有芝麻 有糖 有豬油 海文你知道這元宵是什麼意思嗎 你不能只光吃啊 太好吃了 一路吃 太好吃了 你要了解這個元宵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你覺得這個元宵 它是什麼意思 元宵 圓圓圓 不錯喔 而且還有就是正月十五 因為月亮很圓 鄉電 圓圓圓圓圓圓圓 怎麼樣 你吃飽了嗎 吃得很飽 農曆新年十五天 每天吃就要喝很飽 很飽呢 那你吃什麼感覺 我觉得我吃那个年叶菜以后 我觉得有很多feel 我懂我懂那个feel 因为呢你平常吃的年叶饭 你只是觉得好吃对不对 那现在你知道这些东西的意义之后 哇 吃起来就觉得很温馨 很有感觉对不对 对 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些年叶菜 背后的意义呢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文化跟这个传统 继续传承下去 一代传一代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呢 每次在过年的时候 都特别有感觉 特别有feel OK OK